上线不到一周 日货用户破百万 两个月破亿 自2022年11月30日上线以来 新一代生成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各种表现 堪称十分惊艳 它的火热也蔓延至资本市场 A股市场随风而动 相关概念股价格纷纷拔跌而起 大家实际上对ChatGPT的应用的前景还是非常的看好 因此也会带动相关的公司的股价的上涨 比如说微软的股价 然后国内的相关的一些AI的概念股 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比如说汉王科技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认为一个生态的建立 包括你技术应用的前景 其实不是一家公司能够完成的 但因此很多的公司和它有一些沾边的 可能都会受益 究竟什么是ChatGPT 它的应用场景又有哪些 2月8日记者连线相关专家 专家表示 本质上来讲ChatGPT其实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它就是实现了相对流畅的一种人机对话的一种模式 也可以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给出一个简单的文本生成 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语言的 预训训练之后的一个模型 它通过大量的这种模型 我们说文本的数据 比如说你网上的这些新闻 大家写的论文 各种东西它都收集了 比如说我想看张艺演的狂 他就可以告诉我 你想看的是那个狂标 他数据里面已经计算了 只要出现张艺的 只要跟那个狂字一连接 它就是狂标 专家表示 ChatGPT可以对文本进行提炼整理 从而减少用户做一些重复性工作 律师接了一个案子以后 他要去找大量的案例 这个会给他接上大量的工作量 还有一个老师备课 或者说要做客件 那这个又非常好了 现在的这个ChatGPT 它也做了测试 可以达到说谷歌招聘的L3级的程序员的水平了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正处在加速缩小差距的关键时期 专家表示 ChatGPT的火爆 也为在中国正在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的企业提供新启师 那么国内呢 现在主要的公司 就是我们认为的 这BAT这几家 加上字节跳动 像360 都在做这个领域 那么谁能够在这个领域 能够脱颖而出 第一个 谁有钱能够支撑到最后 第二个 谁的数据量足够的大 能够真正的 融合各方面的数据 去进行训练 还有第三个 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好的应用场景 会写诗歌 编代码 创作剧本的ChatGPT的出现 不免让一些行业从业者 有一种被淘汰焦虑 对此 专家认为 ChatGPT只是帮助用户 提高生产效率的助手 其实我们看他写出来的一些诗歌 诗词 甚至于写出来的一些论文 他都是在以往的信息的基础上 做的一个剪辑 整理 或者归纳 他并没有 能够实现 我们 人类没有做的东西 他给做出来 那么实际上 只要是你创造性的工作 会有一个很好的帮手 帮助你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 而不是被替代掉 虽然ChatGPT 被称作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 但他并非没有局限性 GPT他给出来的很多答案 大话比较多 套话也比较多 而且是机械性的 还是存在 他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但是他不会实现 像我们流浪地球里边 流浪地球里边 MOS 可以有自主意识 这是两条不同的路 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希望它 就是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熟度 它会嵌入到很多英雄里边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成为一个好的助手 但是想替代人的工作 应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 应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